嗨 你們好 今天我來介紹一下我家的漏斗花 又叫做夢幻草 又叫做漏斗花 那它呢是一種很漂亮的植物 然後本來是一種菜 對 但是後來人們發現它的花很漂亮 所以就變成一種花卉植物 那我買的這個是紅色 它也有粉紅色 紫色 藍色 白色 有很多種顏色 那是我以前是去那個公園 然後看到他們在種 有很多顏色種在一起 有藍色 粉紅色啦 粉紫色 紫色 種在一起 那我買到的是紅色 因為我們這邊附近菜市場只有買紅色 那你看它很漂亮喔 因為它裡面 這邊花瓣的部分是白色的 然後後面是紅色的 對 它這個中心點呢 是這邊是白色的 所以覺得很漂亮 你看看 它後面有那個長長的是它的花二 那這種花呢 我覺得它是耐寒的 也就是冬天到春天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在賣 但是它是耐寒 但是它 怕熱 所以夏天有一點不好度夏 夏天會休眠 是多年生的 多年生的植物 看 遠看一下 它整株是長的這樣子 好 有沒有 它會長的很大一盆 會長的很大一盆 會長很大一盆 然後每次呢 開完花的時候呢 你看它比如說它開完花以後呢 你就在這個開花 開完花以後的下面這邊 把它剪掉 不要剪得很下面 就這邊這樣把它剪掉 對 它又會再發芽再長 好 然後一年聽說 你要是每次開完花 然後你再修 開完花你再修的話 它就會再長再長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 夏天的時候就會休眠 好 所以我覺得的話 種的好的話 是可以養個兩三年 但是種不好的時候 可能一季就沒有了 那有些人是拿種子來 種子來發芽然後來種 那我這個是把人家種好的 那我覺得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好漂亮的花 但是呢它養起來是有一點需要技巧 然後最近呢是含流來 所以它就是蠻漂亮的 然後放在這個陽台這邊 沒有太陽直射 然後但是要有光線的地方 它就是長得蠻漂亮的 它是屬於那種寒冷的 就是冬天春天秋天的話 夏天就不太行了 那我真的覺得它非常非常漂亮 好 所以拍成影片分享給大家 好 謝謝喔 掰掰 掰掰